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枪枪三人行 我们这个奥运连轴转 一天也没有错过 对不对 但是这个到今天呢 我们准备去玩了 我们要休休假 今年以来咱们这个三人行啊 行出来了 对吧 台湾行对吧 英国 英国 现在伦敦这个行 实际上呢 没有行都行奥运的这些天 所以呢 这个鱼音鸟鸟啊 真的是应该谈谈我们所眷恋的英伦 对不对 这个英伦我定了一个题目 为了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定的这个题目 关系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人 我这个题目就叫做 陶渊明到今天也会移民英国 陶渊明到今天会移民英国 纯正的好一个纯正的汉京啊 今天就歌颂这个腐朽帝国主义 我们香港人都不像你这么热爱英国 移民是国家允许的 那我说陶渊明是中国著名的田园诗人 但是这个田园风光啊 我在中国 我孤陋寡闻了 我见不到了 但是我在英国 处处皆是啊 为什么说处处皆是呢 哎 我们记得奥运会 开幕式 他们也端上他们的国粹啊 那就是 田园 内草如荫 一开始就是那个 有中国的香烟集团马上拿来做广告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有机品类多么重要 咱们可以看看 你看 你再看 你再看 这是开幕式上这个吧 你再看下一个 对 哎 这就是我在咱们住处拍下的 我跟你说 我没有特别拍什么名声啊 就是咱们住处五十名附近 就是这样的 你看 哎呦 你看这个你就知道 哈利波特呀 那个大树为什么会说话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 这样的大树 你瞧 这是田园 再看 田园生活 田园生活 瞧 这就是在咱们住的地方 附近 就是我们住的Richmond嘛 Richmond 你看 这个窗外 你看那个年轻人 谈恋爱的 他们也有个地儿 对吧 在河边 你看他们俩在干什么呢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 我也希望我们也能这样啊 对吧 哈哈哈哈 就是 你现在在中国 你就是野河 你有个好山好水 好风光野河吧 你都没有啊 对吧 那天我从那个 Richmond 坐出租车去那个 Winburden 我想去看看Winburden 那个情况 他中间就经过一个Richmond Park 就把我看待掉 他等于是在我们大城市的四环 这样的地方 可是他那个公园 不是我们理想的公园 他你开到里面 出租车得开很久 嗯 就像到了乡村一样 对 就是田野 而且他周围 城市里的绿地啊 他既不是高尔夫球场 也不是网球场 也不是公园 就是荒地 嗯 就是有动物在那里走 对 我就在他们用什么法令 能够这样的保持 城市里有这样大片的绿地 所以啊这个 我的第二祖国和第三祖国是很不同的 第一祖国是中国啊 你看法国这个 身为你的第二祖国 哈哈哈 法国的风景 好 但是法国的风景啊 你想巴黎哈 它更多的是人工的这个美 人工设计的这个美 但是你看英国的田园 它有自然美啊 是吧 法国发源跟英国发源本来就是不一样 法国发源是简出来的 对简出来的 英国就是自然错落的 但是问题是英国的这个自然也是人工的产品 哎呦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欧洲过去的公园 花园设计的主流 其实是法式的 嗯 因为你看欧陆都是那样子 嗯 从俄罗斯到维也纳 一直到法国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英国走这条路呢 是受中国影响 是因为当年英国人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中国的山水画 他们注意到中国瓷器上面的东西 哦 他是从中国的 中国得到另外一种关于自然的观念 对啊 自然就该这样 所以当他们在十七十八十八世纪的时候 尤其他们开始一种新的英伦造源运动 那个时候流行什么呢 比如说一些很有名的大诗人大画家 他那个花园呢 他故意留一个小胡嘛 弄一个不用的 坏掉的一页扁舟放在那 人家来的时候 一开始外行人还不懂说 这什么意思啊 他说 哎呀你这就不懂 这境界才高啊 所以英国是深受中国山水观念理想 哎呦 来营造他们的这个自然景观 文道说的这个真让我打开圆解 真是 这要不就说到陶渊明了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说陶渊明 英雄所见略头 对不对 对对没错 我跟你讲啊 说陶渊明我必须说到中国另一个有名的人 我首先要批评鲁迅 我敢批评鲁迅 好 我认为鲁迅写过一篇文章 鲁迅呢 老觉得自个看人看得透 他说这个魏晋南北朝的这个人呢 为什么竹林七贤 写软吉吉康 好像放任打自然喝酒干嘛 鲁迅以为他看得透 那他就说他们是怕皇帝杀头 就确实啊政治环境太严苛了 皇帝杀知识分子杀文人 所以呢他们是逃避现实 鲁迅还非常深入深刻的说到 什么叫隐士 就说如果你真的是隐士 我怎么会值得你的大名呢 看来你隐呐也是为了 你得先试才能隐 你要不试的话根本就隐不了 鲁迅以为他看得透 但是呢我觉得鲁迅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这跟他个人的调点是很吻合的 为什么只知其二不知其一 他没有看到刘翔 不是刘翔 我那天是做节目 我那天做节目说到 奥运后遗症 我那天做节目说到刘翔身上有二重性 他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有两重性 那么我的意思是说鲁迅没有看到人的二重性 甚至多重性 对我要跟鲁迅说如果你还活着的话 是吧都是真实的 逃避现实也是真实的 但是你不知其一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对田园对自然的热爱 这同样是一个中国文人发自本能的东西 是他从小本能当中甚至是人性当中他就喜爱的 他不是因为怕皇帝杀头或者逃避现实 他才去躲到田园里 而是他心里一直就想去 王维不怕皇帝王维照样爱三世 所以我正是要让大家来欣赏 来学习一下陶渊明的这首诗 我特意让咱们这个导演打字 打出来陶渊明的这首诗 你看这就是回答鲁迅的这个话 少无世俗运 性本爱秋山 我小的时候我就不喜欢那些个俗气的东西 我的本性就爱这个园林秋山 然后勿落陈网中一去三十年 我到四十四岁的时候 我老念到这句话 就跟陶渊明相通了 就是真是这个整天在凤凰 不是在凤凰工作也很荣誉了 就是勿落陈网中一去三十年 你看他归于田园的这个心情是什么 鸡鸟练就林 我这个久在旅途中的这个鸟 勿入红尘的鸟啊 留恋我的故乡 我的山林 池鱼思故冤啊 我这个在池子里的鱼啊 我怀念我过去的这个水啊 开荒难也寄 手拙归原田 你看他的幻想的情景在英国实现了吧 方宅十余五亩 草屋八九间 于柳殷后盐 桃李罗唐前 哀哀远人村 一一须里烟 狗肺身向中 鸡鸣桑树颠 护亭屋沉杂 须事有余闲 注意最后这一句 久在凡隆里啊 富得凡字元 嗯 我觉得这我们能理解一下 陶渊明哥哥 是吧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尽 尽 odg 彩虏极之水 最弯酒精 年最弯将 余景录酒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近代的文人呢 就对陶渊明的这个境界呢 就有点反讽了 影响最大的就是 梁世秋的亚瑟小品 他那个亚瑟你仔细想想 他是一个风雨茅茹 很苦的状况 在苦中作乐 余光宗后来写牛蛙记 也是这样写中大的地方 牛蛙很草啊 但他说田园风光啊等等 那个比较实际现实的是 林语堂 林语堂怎么说呢 他说这个 整个世界的理想生活是怎么样 住在英国乡村 房子里呢 要装美国的煤气管道 然后呢 中国的厨子 日本的老婆 菲律宾的佣人 法国的情人 但是基础是 英国的田园的一个大房子 英国田园啊 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个 现代产物 就刚才说的 他也经过人工创造 是是是 他这个田园也是修饰出来 我也是觉得挺有疑问的 因为我到美国看啊 我觉得美国是个荒凉的国家 因为呢 我坐火车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你看他是 他这个山呢 是雄伟的 原始的风光 甚至有荒凉的感觉 但是英国实际上绿草如荫 其实是人经营的 所以自然都是人文的词 原意全国 你比如说像英国这个国家 我们一想到英国相演 想到的首先是什么 大草坪 这草坪 山丘 你想看这草坪是怎么 是这样的草坪 它总得修啊 这绝对是人工的 那英国的这个修这个草坪 这个东西啊 它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吧 其实就是工业革命 我们那天看开幕式 看到是工业革命摧毁田园 恰恰相反 是工业革命造就了这些草坪 因为本来农村家家户户都田地 工业革命之后 农村人口全部往城里去 然后这个时候 而且当时英国就出现 马克思批评 那个地主抢地的那些事 所以很多农民失地 变成城里工人的时候 那地一下荒出来 被大片大片纳入 它就两个下场 要不就大庄园 一大片一大片 英国是比美国还早出现 集体式大庄园的农业 另外一个就是大草坪 但是现在有趣了 英国现在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逆向人口运动的国家 我看一个统计材料 就简单的说就是 进城的人没有下乡的人多 他们喜欢回乡 28.5%的人口 现在英国人住在乡下 但是在过去的20年增加了13% 就是而且最妙的是 陶渊名展多数 就是跟中国的这个农民公众号相反 现在城市 而且到农村去住的人呢 年龄是25到44岁 不是老人 是青壮年的 他们回乡村 哎呦 这个真是 我就感觉到啊 他们这个人口也有关系 我们没法学 就是我们人口这么多 土地这么有限 我就觉得你知道奢侈 我就真觉得就是说 你看咱们住的地方 我说我没拍什么远处啊 没英国的田园风光 就是咱们住处附近 就是等于是随机选择的 英国的这么一个中产阶级的环境 哎呦 我甚至于我每天去跑步 你知道吗 我这个月我也很怀念 不是跑步 跑步的时候我就 不是跑步了 暴走 暴走 我在中国只能走跑步机 到英国我愿意走 走的时候我就想啊 我就说 这个 这个我们中国 对吧 对 你能造得起高高的大楼 可你能种得起高高的大树吗 对吧 你能一个月盖起一座高楼 你能一个月种出人家这个 这个千百年的 这个大树 所以你可以看看啊 我不禁言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谁不喜欢 在这样的环境里 你看 这就是我们住处附近啊 并不是什么 来你再看下边 放 你瞧这树 这高高的树 再看下边 你瞧这个 我就说好像会说话 是吧 会说话的大树 你看这个环境 这个绿 你再看这个林荫道 到处都是妇女带着小孩 再看下边 哎呦这个垂扬柳啊 你要能看得见的话 远处这个堂椅上啊 一个人在睡午觉 你看这个湖 这就是我们附近啊 你说这个这个 这太无事了 哎 这我们旁边就有个小公园 这还不是 小公园这还有一百年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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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雕塑 你再看下边 哎 你看这个 小船访舟 你再看下边 哎 他这边吧 偶然也有高楼 但是一看高楼 大家就非常引人注意了 对不对 有高楼 这边起一个什么楼了 中国的情况倒过来 哪一个地方没高楼呢 大家就注意了 哎 奇怪了 这个地方没高楼 我去新浪啊 你知道新浪这个楼很高 我上去看 看了对面是一片平的 其实北京大学嘛 然后那个这个潘石屹跑起来了 他一看他就说 哎 怎么四环边上还有一块平地啊 哎呦 狼心 狼心顿急 结果旁边就说 那是北京大学 他本来头甩就在流 我给他 那是北京大学 你刚刚还讲到这个 所谓的英式的这种公园啊花园 你知道你们 你们来这么多天 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去个地方 就在你们住的Richmond里面 也就是球员 QGuard 对 就在我们旁边一站 不是 他叫做 翻译叫球 是姓球的那个球 球千任那个球 这个QGuard是什么呢 他是英国其中一个最重要 最古老的植物园 那你要了解英国这个国家 就在我们旁边 对 他对植物的那个爱啊 就是殖民时期 尤其是最高涨 为什么 那个时候 他们有种人叫植物猎人 就是他们那时候 因为殖民帝国的另一面 就是知识的跟好奇心 是无穷的爆发 他忽然整个世界被他征服 他忽然也对全世界各种 他没见过的知识物种 都充满好奇 所以你有记不记得 达尔文出来 是最初收集标本的吧 那时候英国出一堆这种 派到世界各地 到哪都想办法 怎么样偷偷摸摸 把你们这些什么东西 那个种子 我带回去 这叫植物猎人 那现在有好几条百合花 这种东西 欧洲有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西南原产 中国西南原产 很多全球通行的物种 就是英国人带出来 先到球员这些地方 好好温室 努力栽植商业化 但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是这么相通的 我们整天只能看楼啊 跟他们英国人的田园梦 直接有关系 香港的设计啊 英国人的设计是怎么样 有一百分的地 有十分的地 七分要说绿地 一分做道路 一分盖住宅 一分是公共用地 理想吧 你看今天香港 很多郊远公园 新建很多的库地 但是呢 把人口呢 都圈在那些高楼里 因为只有一分用地 哦 你明白吗 英国把他的美好的理想 哈代的 华尔华兹华斯的那些理想 放在我们香港的土地上 他就忘了我们的人 最后我们的人呢 现在炒楼炒成这个样子 对因为 这也是英国的遗爱啊 对因为 这我觉得是很多误会的 我常跟朋友解释 他们说这个香港 这么人口密集 我老对他们讲香港是 这个土地里面有六成面积是绿地 香港的绿化比绿 在同样人口基数的国际大都会里面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香港要照现在这样卖地啊 可以卖五十年远远不止的 所以上海北京政府太羡慕香港了 说你去大鱼山 你看修了一条路 整个岛比香港还大呢 都是空地的 你看到没有 所以为了英国人的田园梦啊 香港人就上了天了 做建民了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完全时尚所测 八月精彩内容 车谈最新动向 技术详尽介绍 国际盛事追踪 驾驶知识探讨 尽在完全时尚所测 车元素 星期五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 卢州老郊 特区老酒 我忍不住还是要给你看一下 我要我要拍 就在我们住家附近 这是很普通的 英国的一个地方 你可以看一下 这里地产公司要感谢你 从 这不是房子 你看 从河边 这就是 请记住 这是伦敦市里面 这不是乡村 记住 你看这个云 外国的天都不一样 外国的云 这就是盗门俩 你看这个林音小路 我就在这跑步 我跟你说文道 你说的很对 它是现代人弄出的田园之歌 为什么这么讲 我夜里我都舍不得 我都要去走一走 你知道吗 我夜里走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这个这么慌的林音 盗上那个灯啊 你知道是什么灯啊 LED感性灯 LED灯 跟博物馆的 中国的博物馆都没有这个灯 对吧 人一去亮了 然后我抬头一看 星星点点 是LED灯啊 隐藏在树冲中 但是它是这么一个田园 它是高度被设计出来的环境 所以英国人是 其实这也是有历史过程 它并不重来的这样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 香港那时候 那个郊野公园法令 香港的郊野公园法令 通过的时候 是英国那边来的那些 殖民官员极力推动的 那为什么 那是当时他们受到英国的运动的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那个 小孩很喜欢玩的那些 小插图或者是小故事书 有个叫Peter Rabbit 彼得兔子 对 彼得兔子那个画家 是叫做Beatrice Potter 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 最近还拍了一个电影 对对对 她就一辈子也 后来没嫁成人 她就一辈子画这些东西 她最爱田园风光 她是当时英国的名人 就是她有份推动 英国推动一个法力 就是所有的农村 所有的市郊 你要是有农地 不种了要卖 不能改变用途 哦 必须保留 你想这里地产其实也炒得很高 他们用什么方法 英国人口也多 把这些绿币能够维持下来 对 就是说有的地方这些地是公家的 国家的 有的地方是私人 但是私人你拥有了 你不能乱开房 你还得保持着这样的树 这样的地 你不能改高尔夫球场 或者俱乐部 不可以 你要有这块地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讲 那我干嘛不能盖房子呢 就是因为他们当时推动立法 就是说如果那块地 是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风貌 怎么样 它有些很细的规定 它不能改变 所以说我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 我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这个田园梦 不只是英国人的梦 也不只是陶渊明的梦 我的这个肺 我的鼻子 我的这个愉悦的感情绪 都让我知道 它是人类共同的梦 也许只有鲁迅不喜欢 所以鲁迅得了肺病 鲁迅笔下的乡村呢 是苦难的黄土地 中国到今天为止 文学也好 我们的整个意识形态也好 其实也是乡村的崇拜 但是那是个苦难的象征 你说的好 英国人的这个田园呢 是他代表的人性的一个梦 我跟你讲 要去湖畔 要去Watswats 他们那个故乡 我曾经从那里开车 去Edinburgh 那个一路也平着那个路的那个绿地开 电线杆都看不到 我一路开一路骂 这些英国老把全世界都搞成工业化 自己的家乡搞成这个样子 它也不是天然是这样的 这也是他们建设出来的 它规划 所以他们工业呢是很局限的 他们当时工业革命的时候 他们一看就很清楚 我工业就集中在 然后说吃个蔬菜全进口了 当然吃的是比较差